我们现在讲完这个Parser Data跟这个SQL Data之后呢 那在我们接下来讲这个Verify之前 我们实际上来看一下这个SQL Data 它除了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access 这个一部分的这个Stream里面的要讲的东西以外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功能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快速的举一下 以这个Predicate为例 那我们知道的是说Predicate在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所谓的Query Data里面 对不对 Query Data你可以看看里面有什么Table啊 有什么Fields啊 那还有一个就是拿这个Predicate 对不对 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就overview一下 看看比如说Predicate除了让我知道说 这个Whirer Cloud里面写什么以外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方便的这个Method 那我可以使用 OK好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Predicate的Grammar 对不对 那它所对应的那些class呢 那基本上就写在SQL点Predicate 这个package里面 OK好那各位如果要trace的话 可以看看这个package里面的那些classes OK好 那这个我们就从这个expression开始讲起 因为expression再往下的话 基本上就是constant跟field 没有什么好讲 就是token对不对 好那expression的话基本上就有分所谓的constant expression field name expression还有finally arithmetic expression 这个在insert的时候有用这样子 比如说我要update什么什么等于什么加一这样子 OK好那这个我们先不看好 反正你会知道expression呢除了你可以access它里面的这些往下去access token以外 那还有一些有用的这个method 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evaluate 好你可以直接呢对一个expression去co-evaluate 然后它就给你一个single的这个constant value OK好 好那还有什么呢 还有像这个这个这个我们不看好不好 field name expression这个自己看好 它里面写的这个内容 好那有了这个evaluate之后呢 好那我们就可以based on这个expression去create出一个turn这个object 好那turn这个object我们知道的是 它是两个expression 好然后配上一个operator 对不对 好如果它是这个turn是一个binary turn的话 好那turn的话呢 除了你可以access它底下的这个substreet里面在写什么以外 好那还有一些有用的method 比如说像is satisfied OK好 当我今天呢给它一个给一个record 好那我去apply这个turn的话 我callturn.issatisfied 然后给它一个record 那基本上它可以告诉我是yes or no 那这个record呢是satisfied这一个turn OK好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 假设我们今天有一个turn create等于2012年11月15号这样 好那我给它这个record的话就就不是 对不对 因为它没有satisfied 好那这个的话就有 OK这个就没有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method是 我可以直接用这样子 可以吗 好那内容怎么写的就自己看 好那当然这个turn支援 这个不同的这个operator 不是像我们刚刚在那个grammar写上只有等于 事实上其实那个真正的grammar稍微再复杂一点 好那这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好那还有turn还有像什么有用的method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所谓的opposite constant 好那opposite constant基本上是这样的 比如说如果今天我有个turn是这样子 好然后呢我pass给它这个opposite constant 好然后pass给它这个majorid 那它就会return5这样子 OK好那如果pass给它 如果是以这个turn来讲 pass给它一个graduation year 那它就会得到2012 这样子可以吗 好那除了有这个opposite constant 就有opposite field 比如说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把它call这个majorid的opposite field 那答案会是no 因为它对面是constant不是field这样 可是如果这个时候我去call这个 opposite field of这个graduation year的话 那答案就是since这样子 OK那反之意啦 callsince就会得到这个graduation year这样 可以吗 好那还有一个就是isapplicable to 就是这个turn是不是可以applicable to某一个schema 这样子OK 那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两个schema s跟d 好那我看看这个turn major代物是不是可以这个applicable to这个s呢 好那我们可以看答案是这个yes 对不对 因为majorid在这个里面 对不对 好那d的话可不可以呢 d就不行这样 所以当然会是false OK好那同样道理 majorid等于d id的话 那apply到s跟d那儿 你会知道是都不applicable applicable OK好 那啊 这来我们就讲predicate好了 刚刚看到的这一些method呢 主要就是用来support predicate的一些method用的 好那predicate有什么好用的method 比如说 像刚刚有这个is satisfy 那predicate也有is satisfy 所以你给他一个record 你就可以马上判断说 那这个record是不是satisfied这个predicate OK好那这边的话你也可以是join with 那可以跟可以去让你这个predicate去跟其他的terent join在一起 这样就多加一个m 好那再来的话 还有一些好用的method 比如说像selectpredicate selectpredicate是什么呢 基本上它就是把这个predicate的一部分取出来 那取出来是要满足某一个table的schema 好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刚刚看到的这个s跟d 那假设我今天有一个这样子的predicate OK majorid等于did and majorid大于5and sid大于100 这样大于100这样 好那这个时候呢 我如果对x这个table 我去call这个selectpredicate 然后pass给它这个table 那我会把majorid大于5跟sid大于100 大于100 就这个部分跟这个部分选出来 OK因为它们两个分别都可以直接apply到这个s上面 可以吗 那但是我把一样的这个predicate apply到这个selectpredicate 然后apply到这个tabled 那你会发现是no 因为没有一个term呢 可以完全的apply到这个schema里面 OK d这个schema里面 可以吗 可以 那你说老师那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did这边出现过啊 对不对 在这个里面 可是它对面是这个majorid 在这个里面 在s里面这样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一个term没有办法完全的apply到d 可以吗 可以 好 那有这个selectpredicate for a singletable 好 那我们就有这个 这个跳过自己看 好不好 那有selectpredicate 那我们就有joinedpredicate 好 那joinedpredicate的话 跟selectpredicate刚好相反 它是 你要给它两个table这样子 然后它会选出那些partial predicate 然后它可以同时apply到这两个table上 好 比如说刚刚看这个例子 s跟d 好 那一样的这个predicate 好 如果今天我去call这个joinedpredicate 然后pass给它s跟d的话 那基本上我就会把majorid等于did这个turn拿出来 因为它是只有在这两个table要一起看的时候 它才可以被apply 可以吗 分别不能被apply 这样 OK 可以 好 那这个就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就是在处理 未来在处理这个query的时候 或是在判断这个record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implement起来就更方便 可以吗 所以这个是把这些stream转换成这些sequel object的好处 这样子 OK 好 那这个implementation的话细节就自己看 好不好 那predicate还有其他的method 比如说像这个constant range 比如说它可以帮你自动的 比如说我今天有个predicate有个sid大于5 跟sid小于100 这样子 那我可以快速的把这个sid 它所对应的constant range直接选出来 就是5到100这样子 那5是exclusive 100是inclusive 可以吗 这个帮助我们在处理range query的时候 有好处这样子 可以直接拿到一个range 就不用再写call 那还有像join fields 那join fields 基本上就是如果你今天你的predicate长这样 sid等于did and did等于tid 那你会看到说 这个did 如果你要看哪一个field跟他join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是一个set 对不对 就是sid跟tid OK 那这个时候你的predicate也有一些math 就直接call join fields 然后pass给它sid 那他就return一个set给你 did跟tid 那这个是考虑到这个 所谓的这个transitivity 就是第一性这样子 可以吗 他会把整包通都选给你 这样子 所以这也是方便我们后面在写call 会可以比较快速的使用这些 这个user 他给的这些query 可以吗 好 OK 那至于说这个predicate要怎么create 好像这个应该也蛮简单 反正你就follow这个parse tree 对不对 那就先把这个expressionbuild好 然后得到一个turn 对不对 然后有两个turn之后 你就可以把它conjunct在一起 OK 你就得到一个predicate 那这个谁会call呢 这个基本上就是parse 会call 那基本上就是用lexer去看每个token 对不对 然后基本上follow这个grammar tree 然后做这个recursive到最下面 对不对 然后开始从最下面开始组出这个predicate 可以出来 可以吗 那一起类推其他的这个sql object 也是这样子组出来的 可以吗 所以这个给你快速的overview一下 就是说这个sql data 除了存 比较快速的可以去存取这个sql string里面的内容以外 然后还有可以有哪些method可以使用 可以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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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